细致的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 虽然主体建物之前有重建过 不过周边的围墙广场并没有 而时间一久军列破损 地板涨青台下雨湿滑好危险 所以27号下午公所也请厂商将广场全面进行清洗 后续也打算将围墙彩绘 让活动中心有新的面貌 下午时间清洗人员拿着洗地机等机器 是开始将这一大片的广场进行洗刷清洁工作 位在中心路北风国小旁的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二楼是图书馆 时间在重建之后整体景观还不错 尤其前方有大广场 恰功停车也方便 不过活动中心前的广场地面时间已久 上头全是黑绿色的青苔 不美观下雨天湿滑 里长真的很担心里面安全 地板活动中心的地板这个 已经老旧 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了 因为这个下雨天湿就怕我们的里面 那老人家会怕跌倒 所以我请那一员台公所配合 叫做我们来清养这个广场 这个清派的时候 这个清派 然后我们都预估在 我们在旁边这个墙边 一国有没有拯救了 一国有没有会来第二段的彩绘 都已经老旧 所以我们里长还有里面来 跟我们反应的时候呢 我们向公所来澄请 那现在公所拨了一笔经费 把我们的墙壁来补修 我们的地板来洗干净 在之前会看后 27号下午 公所开始进行整理 医院周大林服务处也到场关心 这次除了将地面上厚厚一层的青苔 刷洗干净之外 旁边一整排的围墙 因为已经30年年久失修 出现军裂损坏 甚至有整块掉落的危险 除了先整修 接下来也打算彩绘绿梅花 那危险的部分呢 如果有破手的地方呢 我们这次公所也会把它补修好 那第二阶段呢 刚刚一言也提到 就是说上面如果说 这个这一边来讲的话 磁砖已经久了 那里面有青苔 看起来会影响到这个沾关 所以说我们是刚刚研究的结果是说 我们希望说能够用前期彩绘的方式来办理 墙壁面我们再来设计呢 再来彩绘 我相信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中心里的活动中心呢 更鲜艳 更活泼 更实际 有活动中心 有图书馆使用率很高 为了安全进行墙面的修缮 并且清洗广场 这几天就会完成保障里面修行安全 就要请惠林细致采访报道